我们要不不去了吧 你看这么大的雨 真的好危险呀 就在这个服务区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就反程回去了 不行 那怎么能行 咱们都走到这了 马上就是订婚到计时了 你不着急 我可着急了呢 我都还没有给你准备好订婚礼物呢 今天 今天我必须带你亲自去 那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呀 你跟我去了你就知道了 走吧走吧 先上车 我开车 都走到这了 还有一会儿就到了 走吧 你看这么大的雨 走走走走 好危险呀 我就觉得 走吧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给我买车 虽然我已经有了驾照 但是我的技术不好呀 而且你对我已经够好了 你真的什么东西也不用给我买 包括你娶我 你也不用给我踩你什么的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我们两个好好的在一起就可以了 我今天咱们两个来都来了 我都只是带你看一看 又不又不一定要马上买 你也不要有压力 反正来了来了 咱们就逛逛吧 好不好 走吧 就逛逛前 来 买满一满 这里面好 感觉这里面的车都是很贵重的那种 这个怎么样的感觉 这和你的那个很像呀 很像呀 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吗 那我还拿一个拿来干嘛 咱们直接开情侣的 不要不要不要 哇 这个怎么样 你觉得 这不是什么车 小跑车 哇 好矮呀 要不你去试一下 你试一下你能坐进去呢 这种车又故意 然后我也觉得又不矮 哪有 你先试一下 试一下 来从这儿 来 好矮呀 哇 好矮呀 感觉是不是坐在地上 嗯 跟坐在地上 真的有感觉 就是这个 来 进去 挖脚放 放进去 感觉怎么样 不是 你的舒服 我的舒服 给我的话太浪费了 因为对我来说真的不实用 哇塞 这是什么车呀 我这辈子都没有 这么高大的车 哈哈 翻翻阵阵的啊 就感觉很大气 哇 哇 好高亮 我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种的话就适合在我们家乡开 很高的感觉啊 是吧 公主请上车 我这个车好好 小心点 来 上去 真的啊 好高大的感觉 我跟你说 我们家乡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就是路都是商路 所以的话 像刚刚我看的那个 我们看的那个小轿车的话 就不适合在我们家乡 阿姨的那个不适合 对 在我们家乡就适合这种很高的 这种高的啊 嗯 这个可以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它很很不错 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不知道 你猜一下 呃 十万 哈哈 对 差不多 差不多 十多万左右 差不多 你如果要喜欢的话 我直接我就给你拿下 好像还是 而且这个是V8的 有八个缸 马力很足的 在你们家乡开的如你平地 有我舅舅的那个车的风格一样 好像还可以轻负 哈哈 这个是什么车呀 这个呀 这个呀 这个挺好看的呀 还有一个跟 我觉得这个车适合你开 适合我开 哦 你也挺不错的呀 我感觉也适合你呀 适合你来做 这个车的颜色 很适合你的情 美女要可以挺错的 来 公主请上去 来 去扣对 这个三个是扣对 那 三个就知道了 这个车你感觉多少钱 不知道 你猜一下 应该很贵吧 几十万是不是 哈哈 不贵不贵 这些你看都是木头 我告诉你啊 只要你喜欢 都不贵 以后要是咱们家有个小安安 我就买一个这个 给你安排一下 这个不是我们家乡 他们都开的那种面包车吗 我就觉得有一面 这个不是面包车 这个叫做保姆车 这个是坐的特别的舒服 这个是包车的 50克 你坐进去试一 这是加强的吗 进去试一 这个多少钱 这个是9万 699万 哇 这个可以 哇 这个可以 哇 这个适合做哈 这个 每个走都可以吧 冰箱有味 好多有味 感觉怎么样 这个感觉 有点不 我都想到 味道 我把别的香 哈哈 哇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是普通版的 802 800 02 02 怎么了 轻掉下巴的 哈哈